红薯淀粉可以用来做中式点心 粉条 凉粉 今天我们自制红薯淀粉 我准备了酒精红薯 如果可以选的话就好用白芯红薯 出粉率会高一些 我这里没买到 用的是红芯红薯 洗净以后把皮削掉 切成块 块切小一些 不然不好打碎 放泡皮机里 多加点水 方便打碎 准备一块纱布 铺在大盆上 把打好的红薯泥倒进去过滤一遍 拎起丝角把水挤出来 尽量挤干净一些 挤出的水就是淀粉水 淀粉水可以分离出红薯淀粉 剩下的红薯渣单独放起来 后面还有用 把剩余的红薯全部都打成泥 也是打好过滤 全部打完 剩一盆红薯渣和一大盆淀粉水 把淀粉水放在一旁 静置三个小时以上 现在处理红薯渣 换个大点的锅 加摸过渣滋的清水 搓洗 这一步是为了把渣滋里的淀粉洗出来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里面的淀粉 然后再用纱布过滤 渣滋再单独放盆里 第一遍洗完以后 也剩一盆渣滋 又洗出来两瓶淀粉水 也是放在一旁 静置三个小时以上 让淀粉沉淀下去 继续洗红薯渣 每次洗完过滤 洗三遍左右 渣滋里的淀粉就剩得很少了 再洗第三遍 每次洗的方法一样 都是重复同样的步骤 第三遍洗完就不用再洗了 剩下的渣滋 可以拿来喂鸡鸭鹅 三遍洗完 洗出来六盆淀粉水 全部放在一旁 静置放三个小时以上 中间不用动 时间到了后 盆里会有一层白色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要的红薯淀粉 把上面的水滤掉 用勺子把淀粉挖出来 然后放在大点的容器上 稍微碾碎 方便晾晒 最后放在太阳下晒干 一天就晒干了 晒干后可以直接拿来用 也可以再擀碎一些 用筛网筛一遍 没过去网筛的再继续擀 直到全部都过筛 最后装瓶密封保存就可以了 酒精红薯做出来将近一斤的红薯淀粉 下个视频我们用红薯淀粉继续做美食 石头美食天天美食 我是石头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石头 建设去